好香啊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面 穿这么长 你也不怕照亮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 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 真是没心事 好 太香了 我终于告别猪肝了 吃饱了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要给你 哎呀 我身充满真难亮 不要给你小太阳 我身充满真难亮 不要给你小太阳 我身充满真难亮 哎呀 我就要他 我要给你小太阳 学校也得金金重感冒 不方便上哪个游餐 好 高檀 你让我给你找个资料 哎 我是听说 最近你的午餐 都是跟薛珊珊在一起吃啊 然后呢 还然后呢 你也太不够哥们了吧 我可是惦记你们家 厨师的手艺很久了 你怎么不给我带个盒饭啊 你应该不缺女孩陪你吃饭吧 我估计如果排队的话 应该排到下个月了吧 那么想吃我们家厨师的饭 去我们家吃啊 陪我吃饭的女孩呢是不少 但是陪你吃饭的女孩 就一个薛珊珊啊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人家了吧 行 不问了 问多了反而坏事 你要想告诉我呢 肯定会跟我说的 不过我提醒你啊 你们这个午餐的单独约会太特别了 搞得整个集团里面都流言蜚语的 这个薛珊珊可是还没有过试用期啊 瘦着点 我猜啊 薛珊珊今天 就是这样感冒的吧 就是想好好吃个饭 给我那么呢 我 珊珊 今天怎么没有去老板办公室吃饭啊 我感冒了 感冒了 传染给老板不就不好了吗 我对这感冒 十天半个月都好不了了 是吧 你们离我远点啊 播出的传染给你们 老天保佑 就让老板找到挑菜挑得更好的人 最好是把他服侍到完全忘记我薛珊珊的存在 那这场病生得也就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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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 旁边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 真是没心事 太小了 你告别猪肝了 吃饱了 不要给你小太阳 你先充满这能量 不要给你小太阳 你先充满这能量 不要给你小太阳 你先充满这能量 你再给你小太阳 好吃 啊 我可忍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好 是的 我考上了CPA 准备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了 你考上了CPA了 你准备了多久 两年 好棒啊 恭喜你啊 陈娟 你这个也太突然了 科长 您放心 我呢会做到年底 你有充裕的时间找人的 陈娟 恭喜你啊 你真的好厉害 我知道 我向来呢 是靠实力的 不是靠关系 我去找你 莎莎 纯娟一向都冷冷的 说话特别毒辣 你可别放在心上 我没事啊 我没放在心上 反正我也不是靠谁的关系 我靠的是自己的热血 也是 考上CPA是每个会计的梦想 不过双双 你在我心里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你跟老板能够把关系处得很好 说明你很有职场人际关系的天分嘛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再说了 那些什么主任哪 什么科长什么的 他们一年能见上老板几次 对不对 那倒是 我要感谢我爸妈给我一个不一般的学习 对了 沈沈 你去哪儿 我坐公交车回家呀 你都跟老板一起吃饭了 为什么不让老板送你回去 再怎么样 也要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我不是跟老板真的吃饭 我那是 那是什么 我是个挑菜工 这叫我怎么说的出口啊 我不能说 是 其实是是老板利用了我午休的时间 给我们安排了秘密工作 秘密工作 什么秘密工作 既然是秘密那肯定不能说啊 总之就是 这个工作就是事关 丰铜集团的大秘密 所以我大字都不能说 我先走吧 沈沈 等等我